代表民眾黨參加高雄市三名區市議員 選戰施力的李嘉玲選後爆料 PO文指稱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民眾黨高雄市黨部主委馮啟燕 曾經拿出一份切結書 要求候選人簽署 而裡頭主要有三個重點 其中的第三點涉及議員助理費的運用 讓李嘉玲無法接受槓上馮啟燕 但你來聽雙方說法 他跟我強調說 因為高雄的特製費比較多 議員的特製費比較多 所以希望我可以撥零點五到一個人的薪水 也就是說如果黨部裡面有一個某一個助理 他的薪水是三萬塊的話 我可能要撥一萬五到三萬塊 就看我自己的誠意了 我想這個根本就是要我挪用這些特製費 要用其他的明目來補你這一塊的薪水 現在還是透過律師看過的內容 絕對絕對沒有去提到任何所謂的助理特製費 挪用這件事情 因為這一份裡面我們的候選人也有律師 大家既然都是一個共識決 所以這份文件是值得大家所謂的經驗給大家考驗的 民眾黨在高雄鬧內訌 自家人各說各話 連任民眾黨主席的柯文哲也回應了來聽他的說法 聽到問題 柯文哲只說了要找秘書長處理 而曾經參加市議員選戰 但入選人提到的這一份竊節書 又讓民眾黨內對於助理費到底如何運用出現問號